很多人想買車 但是在寬敞舒適的大型房車 與小巧靈活的小車之間 猶疑不定 不妨考慮一下 跨界的四門房車 Lustgen S3 我們之前已經試駕過Lustgen S3 對它的各項表現 跟整體CP值感到滿意 這一次我們特地邀請到 Lustgen S3的車主 跟我們現身說法 分享它的駕駛經驗 哈囉 嗨 你好 我是葉明德 叫我德哥就可以了 你好 我叫劉婷妤 叫我婷妤就可以了 婷妤 那你當初買車的時候 為什麼會想買Lustgen S3 就是我一開始就想買四門的轎車 然後就是比較過這個局劇的車型之後 我才覺得S3真的不錯 就是在平常開在市區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但是一上高速公路 其實那個差異性就很大 因為我做過其他廠牌的車子 它就是上高速公路 大車經過它就會很晃 然後可是S3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就是非常的穩 然後非常的順 然後我就覺得 坐起來非常的有安全感 所以還決定買S3 像你是一個女性車主嘛 那你覺得S3 有哪些配備 是你覺得比較貼心的 我覺得它最貼心的 就是它的手機藍牙喇叭 它就設計在我的椅背上面 然後我在接聽電話的時候 就是它會自動幫我接聽 然後我在通話的時候 後面的乘客 其實聽不到一道 對話的內容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不會打擾到其他坐車的人 那你覺得S3的空間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它後座的空間就是很寬敞 然後它的椅子坐起來也很舒適 就我朋友坐過 他們都覺得很棒 還有後車廂的空間 就是我們也覺得很大 就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就是被子啊 然後有 行李箱 行李箱之類的 對對對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後座的椅背可以直接倒下來 就是跟後車廂直接做連結 然後另外就是它的車身是挑高的 就是我在開車的時候 那個視野是非常的遼闊 那我們來做一下簡單的實驗吧 好 Lustion不只有寬敞的行李箱空間 車室也有許多實用的空間 譬如說它的手套箱就相當的寬敞 它可以放置一雙成人男性的球鞋 而且座椅下面還有個抽屜 可以用來放置女性的高跟鞋或平底鞋 470公升的行李箱容積有多大 即使全車滿載 每個人帶一咖21吋的登機箱 是不是放得下 我們實際操作給你看 不只可以輕鬆擺下5個登機箱 我看就連7個都沒問題 更別說兒童安全座椅或是推車 如果覺得470公升的容積不夠 只要把前座椅被前傾 它的行李箱空間可以擴充超過1200公升 無論藏型物品或衝浪板 都可以輕鬆收納 那你覺得它哪些安全配備最實用 我覺得EGO View跟3D X View 就是在開車有時候路比較狹小的時候 可以開啟它那個環車的影像 就是你可以直接從螢幕上面看到你周遭的環境 是不是就是距離多少這樣子 然後像在開台北市的時候機車特別多 然後有時候打方向燈要左轉 然後可能 它就轉過來 對它就轉過來 然後我就沒辦法看到後面 可是現在這個就是螢幕上 就會顯示你後面有沒有來車 就是左右轉都有 讓我覺得就是非常的安全 就是不會有擦撞這個問題發生 聽完你對S3的這個感覺 看來它讓你覺得相當的滿意 不過最吸引我的 還是它的操控表現 其實就小型車而言 Lustrian S3的動力表現 會讓你覺得輕快 不管高速行駛 或是四驅的這個油門表現 其實是夠用的 我們曾經在高速公路加速 你突破150 它也不會覺得氣虛 那在操控的部分呢 包括在山道上劇烈操駕 你會覺得它這個前脈花層 後扭力量 加拖翼幣的這個懸吊結構 調教是很精良的 而且它的阻尼配置 在過彎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它的側傾抑制很棒 而且轉向表現精準 就是開快 你都不會覺得害怕 我自己是沒有這麼多試車的經驗 可是就聽到你剛剛講的那些 讓我覺得它真的就是很不錯 然後我自己也能體驗到這樣 其實S3它不只安全表現優異 它的操控性能很棒 其實它連油耗都很理想 我們為了這個來特別做測試 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來測試 Lovegen S3的油耗表現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上到高速公路 然後經由國道5號 到宜蘭的羅東運動公園 我們將冷氣開啟 設定在25度 還有開啟ECO mode 還有定速裝置的狀況下 那看看這輛S3會有什麼樣的油耗表現 在今天的測試中 這次的去程 路程約58.8公里 那回程路程大概是總長57.6公里 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大幅度的調整定速裝置 避免車輛急加速 好那我們現在是中午 已經回到了台北康寧小站 那經過我們剛才加油過後的計算 我們發現它每公升的油 可以跑19.9公里 那因為早上的路程是9層 都是高速公路 所以我們相信 這樣的油耗表現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在台北市區繞騎的話 它這個數字應該還會再降低一些 哇 真的喔 它的這個實驗數據聽起來真是不錯 我自己也有體驗過 就是從台北 然後加滿油 然後開到台中 再到雲林 這樣回來只好兩個 我覺得Lost Gen S3是一款 越開會讓人越喜歡的車 它除了它的這個安全配備很完備 然後油耗表現很亮眼 而且我覺得它操控很棒 那重點是 它現在58.9萬元的經典款車型 它都配備還倉補助 所以它的整體戰力跟CP值 在同期車裡面算是很高的 嗯 表示我沒有買錯車